车缝拉链是我们做包包常常会做到的一件事情 可是有些人车缝完了之后 他会发现他的拉链皱皱的曾波浪状 或者是做完以后包包是歪的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呢 我归纳了五个方法想要帮助大家 然后让大家在今天车缝拉链的时候 就可以注意到这些问题 将来以后你在车缝的时候 你就可以车得很漂亮而且很完美 增加改进你车缝拉链的技巧 嗨 大家好 我是拼布花园的庞慧如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介绍一些 关于缝纫和拼布的技巧 那如果你对这样的话题有兴趣的话呢 就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那如果你对今天这个车缝拉链的方式 也很喜欢的话呢 记得帮我按个赞 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话不多说 赶快开始 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事情呢 就是要用正确的压布角 大部分的家用缝纫机呢 都会帮你配备一个像这样子的拉链压布角 那拉链压布角呢 其实虽然说是不完全一样 可是都大同小异 就是说它比一般的正确正正常的压布角来的窄 那这个拉链压布角呢 就是让你在车的时候呢 它可以这样子对齐的 刚好就是在车在你需要的地方 差不多就是这个宽度 那有一些是0.7 有些0.8不一定 这个就是专用的拉链压布角 那如果说是你没有用到专用的拉布角的话呢 那你用一般的压布角 那很有可能你在车的时候呢 它就会这样子卡住 我们的拉链一般来说 可以分成是有3米的 这个地方是3米的 那这个地方的布呢 比较窄 大概1公分左右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像这样子是5米的 比较宽 拉链的牙齿比较宽 然后这个地方大概1.2 那不管怎么样 如果你都使用拉链压布角的话 它就会可以这样子 很好的车过去 那我刚刚说 如果你没有用到正确的话呢 很有可能你在这个车 3米的压布角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会卡住 那5米的话呢 它也是会有一点 它不够宽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那所以呢 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要不然就是要用到 拉链压布角 要不然的话呢 你就要用到更窄的 像这样子的压布角 只要你能够在布的这个地方车缝 然后又不会碰到这个牙齿的压布角 看你怎么方便 你都可以使用 好 所以呢 不要忘记 你在第一个的注意事情呢 你就是要使用 正确的压布角 我们做拉链 第二个要注意的事情呢 就是要记得要画记号线和硬点 也就是说 你一定要找到你拉链的中心点 在什么地方 那一般有的时候呢 大家会用这样子的方法 折 我也OK 那我的习惯是 从东西 铁到铁 然后再去找中线 那我们在中线的地方呢 一定要做好 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呢 就会产生包包的歪斜 就会有的时候呢 包包做完也会变成这样子 或者是说呢 像这样子 你明明 布都剪得很好 但是呢 你做出来以后 为什么你的包包是歪的 其实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的记号点没有做好 好 那尤其呢 拉链呢 是分开车的 所以当你车缝这边的时候呢 你的中心点如果对齐很好 但是你另外一边呢 车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是反向 我们从这边车过来 要从这边车过来的时候 它会移动 你一旦移动了之后呢 那拉链是不会动的 所以等你拉链 拉回来以后呢 你的布就会歪 你的作品就会歪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做完以后 他的作品呢 明明拉链都车得好像很好 但是作品是歪的 但是直线都是这样子了 直线 直线的话你就很简单 你就中心点做好 比较简单 中心点做好以后呢 把它固定好 那如果说你今天做的是弧度的话呢 那你还要更要注意一个地方 就是说我们从这边的起针的地方呢 到这个地方呢 你的尺寸都要算好 我如果从这个地方到12公分 那我这里另外半边到这里也是12公分 如果说你只要插了一点点的话 那一样你的做完以后呢 都会变成是这样子 所以记得直线的部分呢 你可以只要做中心点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是转弯的部分呢 你就一定要记得 你从什么地方开始 到这里的尺寸和这个地方 是要一模一样的 你只要都能够做到一致 那你做出来以后呢 你的包包呢就不会歪掉 所以第二个重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记号点 也就是合影点一定要做好 中心点旁边通通都要做好 第三个要注意的事情呢 就是我建议大家在车拉链的时候呢 都能够跟步边对齐 我刚刚讲过 如果说你用的是拉链压步角的话呢 当你对齐步边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都车的一致 那有些人的习惯是 他会离步边近一点 那无所谓 但是你要有这样的能力 去把他对齐车好 那如果在车直线的时候 你没有对齐步边 其实都还好 但是你在转弯的时候呢 那你就要小心一点 有些人呢 在车缝 这个转弯的时候呢 一边呢 会车成这样子 一边呢 会车成这样子 两边都没有车到一定的位置的时候 那么你在转角的地方呢 就会车的不漂亮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呢 我在教学的时候呢 我都是请学生对齐这个步边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会有一个标准 可以去做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标准的话 那你就很可能 会因为自己的习惯 造成车完以后 两个出来的大小是不一的 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地方 有些这边出来的比较多 有些这边出来的比较少 那这样子也会车起来比较不好看 那你可能也会觉得是说 那我这个地方这样子不好车啊 那我要怎么办呢 我建议大家在车弧度的时候呢 你不见得一定要减非常小的圆 以我这个来看 我这个是八公分 直径是八公分的圆的 四分之一圆的转角 那如果你觉得不好车的话 你还可以把它变成是 十公分的四分之 直径十公分的四分之一圆 你就会更好车 那我比较不建议做到非常的小 因为你非常的小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难车的 那作品本来就是随我们个人的设计 所以你也可以在你的设计里面 把你的圆弧做大一点 这样也可以方便你车 第四个重点就是 我们的车缝针位呢 一定要固定是在下方 也就是说你每一次车完的时候 针都会停在下方 我现在车一点给大家看 好那我现在车两针 不管车了几针 针都是停在下方 为什么针位一定要在下方呢 因为我们的车缝拉链的时候呢 不管你车左边右边 你都会碰到拉链头要动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把压布角抬起来 然后把拉链拉过去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继续的车 好那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今天针位没有在下方的话 那你拉会怎么样呢 假设我今天让我的车完以后 针位是在上方 那么你一抬压布角以后呢 你再把拉链拉过去的时候 你就要再重新回来 那很有可能你在车的时候呢 因为你刚刚没有对齐 以至于呢 这个地方就车歪歪的 你要知道所有车歪的东西 都会反映在你的正面上面 所以记得每一次车完 尤其是要拉拉链的时候 你要拉拉链的时候 你的针位呢 一定要固定在下方 第五个方法呢 就是呢 我们可以善用一些好用的工具 以前我们在 以前我在做拉链的时候 我刚开始20年前在学的时候 我们没有好用的胶带可以使用 但是呢 我们现在呢 已经有发明新的 可以做拉链的胶带 那我本来以前 我们不是用珠针啊 就是夹子都是后来才发明的 那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用的 就是这个胶带 这个胶带我们可以专门是来车 拉链用的 那它叫做水溶性胶带 那比如说呢 我现在随便先剪一段 你要用的话 你当然是从头到尾啦 我现在就是示范给大家看而已 那这个水溶性胶带呢 它就是顾名思义 也就是说你洗过之后呢 它就会不见了 那我们先剪下来一段 那实际上 你真的我刚刚说 你要用多长 还是要看你自己的 我通常是从头弄到尾 这样子 那我如果用了这个工具的话呢 那你看啊 我在粘的时候 我就要注意 我这个胶带呢 它是像双面胶一样 所以上面有一层纸 下面现在我一打开 就是粘的 那我先呢 把它呢 粘住 但是粘的时候 我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是沿着这个拉链的边粘的 不是这样子 随便一下粘上 一下粘下 为什么呢 我因为我待会要对齐步边 所以我一定要粘好 靠近步边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是 因为呢 我们通常车拉链的时候呢 我们的压步角呢 一定会比它宽 它这个呢 大概是0.5公分 所以你一定可以 不要车到它 如果你车的太小 那你就会很有可能 如果你的胶带是乱粘的 以至于你的针 在车到它的时候呢 它就容易粘针 所以一定要注意 就是沿着边边 好了之后呢 再把它撕掉 因为我刚刚说过 它是双面胶 好了之后 把纸撕掉之后 你再对齐你的步边 粘好就好了 那记住不是粘在步上 是粘在 拉链的上面 你再把它对齐步边 再来车就好了 我刚刚在示范的时候 我在车给大家看的时候 其实我那个时候 是已经粘好的 所以我就不需要 再别珠针 我也不用再夹夹子 就可以弄好了 那直线都是这样子了 转弯的部分呢 那我这边已经有一个 粘好的给大家看 如果你通通粘好的话 那你的边边 你要车转弯的时候 那大家可以看 我把拉链呢 在0.5公分之内 因为我刚刚说过 我的胶带是0.5 所以我在这个胶带之内呢 先减一点压口 然后我再把它 粘住 那你看 这样子来车的话 是不是就方便很多了呢 好 我现在示范大家 这个地方的转弯的车法 你看 其实就跟我们平常都一样 我这边已经是对齐步了 然后如果很大的转弯的话呢 你稍微可以抬一下压腹脚 你稍微可以抬一下压腹脚 好 我们的转弯就车完了 是不是又简单又漂亮 布还可以再剪个压口 你看看 把布一起跟拉链一起剪压口 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好车呢 绝对没有你想象的不好车 所以善用一个 我刚刚讲的 就是水溶性胶带来车缝拉链 会帮助你在车缝拉链的时候更好看 以上就是我跟大家说明 五个车缝拉链的重点 那我刚才说到第五点的时候 就是善用你的工具 就是这个水溶性车缝拉链的专用胶带 那我会把相关的连结 放在说明栏里还有留言里面 那不知道你对今天的 这个车缝拉链 还有没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 欢迎你留言 那如果你也想要知道 其他的缝纫技巧的话 欢迎你留言给我 那么记得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个赞 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